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无明天地之始 有明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 以观其妙 常有欲 以观其角 此两者同出而易明 同位之玄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解读 道德革命性和权威性 道这个哲学概念 守经老子提出 这个颇代东方神秘主义的名词 在老子一书中频频出现 它有时似乎在显示宇宙天地间一种无比巨大的原动力 有时又在我们面前描画出天地混沌一片的那种亘古蛮荒的状态 或展示天地初分 万物始生 草蒙牧长的一派蓬勃生机 如此等等 从老子对道的种种构想中 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他对道的那种近乎虔诚的膜拜和敬畏的由来 老子对道的尊崇 完全源于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诚信 这完全有别于那个时代是天和上帝为绝对权威的思想观念 道 对老子来说 仅仅是为了彻底摆脱宗教统治而提出的一个新的根据 它比上帝更具权威性 老子的道是具有一种对宇宙人生独到的误解和深刻的体察 这是源于他对自然界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一种强烈的神秘主义直觉而至 这种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注意关注 是构成老子哲学思想的基石 源于一种生物学上的意义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无论在精神上亦或在物质方面 从古迄今都表现为一种近乎原始的依赖性 有如婴儿之对母体 古人有云 人穷则反本 这个所谓的本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 也就是指自然 这个人类和万物的母亲 屈原常诗天问为什么会提出许多对宇宙天体 历史 神话和人世方面的疑问 当他对政治前途和黑暗现实感到失望时 很自然的会产生一种对自然的反规心态和求助愿望 出于一种对现实的不满和焦虑 推本集园 极切希望找到人在神秘的自然力面前的合适位置 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说 论述了文明给人类带来物质利益的同时 也给人类的精神带来了极为沉重的压抑 这是文明之一大缺憾 然而他所说的人类天生的追求快乐的原则 也正是建立在人和自然的协和关系上 今天 人们在生活需求和文化思想方面涌动的回归自然潮流 不也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解释了古代学家们对宇宙自然竭力尽致的探索的原因吗 由此 我们也可理解老子哲学里尊崇自然 否决知识 追求小国寡民的政治生活 以及对到纯朴本性和神秘的原始动力的渲染的历史原因所在了 春秋战国时期 王权尚移 赔礼执命 政治和社会关系均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而当现实社会中的士族制束缚住历史的发展 旧有的天命观和天道观同样也束缚着思想的发展 老子行而上学的道德提出 是从对自然史的认识上寻找否决天命观天道观的理论根据 因而具备了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革命性和合理性